养老、单身、婚姻破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孩子教育和保护、毒食物、吸毒、嫖娼、赌博、欺诈、偷盗、抢劫、诚信危机、贪污、受贿、霸道等等问题 靠历史的经验和当下人们的认知水平是解决不了的 靠基督教、博教、伊斯兰教等等宗教教义也解决不了 靠毛泽东思想解决不了 靠老子孔子的学说解决不了 靠向西方学习三权分立制度更解决不了 唯有靠雪峰式共产主义才能解决 这里我首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道德教育不如制度建设 良好的制度胜过任何形式的道德说脚 养老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养老问题历史上是靠子女 现在好多西方国家靠国家制定的福利制度 不论是靠子女还是靠福利制度 都不是最佳的养老方式 那种靠形形色色的养老院养老 更是一种非常悲哀的养老方式 关心老人 让老人们生活在青年人和儿童们中间 悠然自得地享受晚年的安逸生活 才是最佳的养老方式 这一点 生命禅院的第二家园 经过十一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雪峰式共产主义生活 是养老的最佳方式 单身和离婚人士越来越多 那么他们的性生活如何解决 放任自留 严加管束 制度约束 不管用什么办法 性生活问题不解决 必然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 只有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 才能完美解决 且很少出现问题 包括性病问题 光棍害越来越多 父母没招 本人没办法 难道就让这些人一辈子打光棍 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没办法 这个问题最圆满的解决办法 就是走进雪峰式共产主义社会 官员腐败问题 千百年来解决不了 其在老百姓头上吃黄粮的人 越来越多 吃着老百姓的饭 还要反过来欺压老百姓 这种社会顾及 唯有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根治它 因为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没有官员了 人人都是劳动者 人们不需要管理人员 官员消失了 由此引起的官员腐败问题 也就消失了 孩子们的抚养教育问题 成了集体的事 不再是父母的事 孩子们生活在集体中 想拐卖孩子 没有一点可能性 被宠坏冠坏交坏孩子的现象 违法发生 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 通过对孩子们11年的时间证明 对孩子们的教育和保护 可谓完美无瑕 在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偷到绝技 因为你偷了东西 没地方放 偷的东西 你没办法用 你也根本没必要偷别人的东西 在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绝对没有人会制造有毒食品 道理很简单 你种植和制造的食物 自己要吃 至于吸毒 卖淫嫖娼 打架斗殴 欺负老师人等现象 在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几乎不存在 因为你没有条件和机会去干这些事 你若一旦干了 在这个文明群体 将无利身之地 所以你不敢 诚信危机与利益相关 当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时 诚信危机就消失了 在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人与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也无法结成捧党关系和特殊关系 所有人严格按照新时代人类八百理念 做人做事 所以不存在诚信危机 可以说 人类社会中千百年来出现的许多不健康现象 在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会极大的减少甚至绝技 那么这么理想的人类生活模式 为什么就难以推广人们 难以接受呢 一 政府不允许 因为政府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 使官员就想享受特殊待遇 在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任何人享受不了特殊待遇 所以 政府官员当然不干 当然要打压雪峰是共产主义 二 富人不允许 因为富人最怕的就是共产主义 富人都想活人上人 做人上人 而雪峰是共产主义中 人人平等 没办法做人上人 所以要打压雪峰是共产主义 三 老百姓不愿意 别看一个个普通老百姓 过着艰难的平凡日子 但每一个老百姓意识里 钱藏着想活得比别人好的心理 雪峰是共产主义中 想活得比别人好的理想实现不了 所以他们宁愿受苦受累 也不愿意到 雪峰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生活 尽管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的发展 和存在极具挑战性 但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 人们或迟或早 都将进入雪峰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生活 尤其是在中国 中国有特殊的国情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告诉我们 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历史上 所有富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当你富了 不是强盗来抢你绑架你 就是革命运动把你给运动了 更为严苛的是 当政府的财政出现困难时 富人就成了被收割的对象 所以 走欧美是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行不通 至于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因为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 而享受到开心 快乐 自由 幸福的生活 总之 人类未来最美好的生活在雪峰 是共产主义生活模式中 尤其对中华民族而言 任何人 哪怕你学富五车八车 哪怕你智慧着异有天大的本事 哪怕你是再来的耶稣基督 或弥勒佛 或紫微圣人 你也决然创造 不出比雪峰是共产主义 更加完美完善的人类生活方式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